香港一班港独黑暴 协于港区国安法实施的威力 自己心虚 过去几个月 不断有人选择棄保潜逃 或者自我流亡 走上流亡反中的不归路 但无论是逃去英国、美国、德国 或者其他西方国家 或偷渡去台湾 黑球民进党施舍收留 流亡反中 真的有想象中 这么美好的风光 我们经常听到有句俗语 叫做寒天饮冰水冷暖自知 逃避香港法律制裁 做政治流亡者 究竟在寒天下饮冰水有什么滋味 是好景还是落博 相信 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香港这帮走路逃避刑责的人 年轻人居多 说句现实一点的话 他们这样一走 除非将来回香港自首 否则一走之后 一世人永远都回不了香港了 今天发生的事 到了明天就是历史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 转眼间到今日已经31年 一早已经成为历史 当年六四之后 离开中国的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 岁月不饶人 现在最小的都已经过半百 六七十岁的遗数都不少 香港的黑暴港独分子 最近时轻玩走路 走到英国美国等 寻求政治庇护 但少少离家老大回 甚至都死都回不了香港 真是这么浪漫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六四后走出美国的前学运领袖 好像柴玲黄丹 吾尔开戏 李禄等人 二三十年 在二国他乡的民主理想国生活过成点 真是快乐过神仙 亦或是有苦自己知 89年学运期间 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的柴玲 是当时全球触目的学运领袖 曾经说过就是想将天安门广场 变成血流成河 当年在国际版戏册风云的人物 去到美国三十年 当年的政治狂热 已经圆滑尽洗 现在已经贵为波士顿一间教育软件公司的总裁 专心一致做一个生意人 大家可能都会问 柴玲三十年前信誓旦旦旦豪气干云的革命气魄 现在去了哪里 另一个前学运领袖黄丹 大家都耳熟能长 1998年 他借保外就医之名 前往美国开始流亡生活 并在哈佛大学 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眨眼听下去 发展不错 问题是 他有博士学位 但毕业后从来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 食屎学位 2010至2017年 黄丹辰转去到台湾 在台湾几间二三线的大学 担任客座教职 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和他签长约 斗斗转转只能够回到美国 至今连一份正职都没有 但不好意思 时间是不等人 今年已经51岁了 至于吴尔开希 更意想不到做了台湾女婿 因为他娶了一个台湾女子 如今已经随妻定居台中 从事金融行业 当年那个不达目标 势不摆休的学运领袖 现在改行 只顾销售金融产品 你说讽不讽刺呢 还有一个李璐 当年也是榜上 21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 他到了美国之后 没有继续搞学运 也不再针对共产党 反而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基金创办人兼总裁 甚至一度盛传 将会成为股神巴菲特的接班人 2010年 在巴菲特的背书下 李璐甚至跟随巴菲特到访内地 是六四事件后 首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 被准许回国 除了上述这几位流亡学运领袖 另一批民运人士 例如黄军图、艾京生、陈光诚等人 过去二、三十年 亦分别去了美国 由美国接收安置 由于美国和中国是一种大国竞争的关系 美国收留了中国这批学运和民运流亡者 纯粹只是为了民主、自由、仁义、道德 如果你信的话 那狮子应该早就改行吃素了 成为素食者吧 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多免费午餐 在美国做流亡反中的分子 第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就是 寄人离下 养人避息 即是需要看人面色地做人 人离乡战 真是有这么自由和这么有尊严吗 第二个可想而知的是 受人钱财、替人笑哉 这些流亡者去到美国之后 缺乏营生能力 那么多年的生活费由谁买单 新大手板由美国政府接济 你可以不帮美国政府讲话吗 好似毅经生 去美国23年 几乎早已在媒体中失去消息 最近蓬佩奥要在加州发表攻击中国宣言 安排好个位置给你 叫你出席做背景 你敢不敢不出席呀 第三个启示是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变化和进步 已经完全超出了这批流亡反中者 在他们离开中国的时想象和预测 在他们去国流亡的这段时间 1990年至今日 中国的脱贫人口有7亿 是美国总人口的2.1倍 同时在2010年 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换句话说 他们在美国过流亡的日子期间 他们错过了参与中国腾飞再到崛起的黄金时代 14亿人安居落叶 内地现在还有多少人 懂得你柴玲黄丹 黄军图是谁 内地新一代关心的是范冰冰 或者哪个网红直播带货这些新闻 多个关注你陈光诚 出席特朗普连任造势大会 又说要支持美国打击中国这些演讲 不知你是谁 当你没到 这些就是流亡反中者的结局 说到底流亡反中真是这么风光 做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真是这么窄 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是历史大势 时间是在14亿人这一边 选择流亡反中的人 其实是选择自己被历史湮灭为亡 优惠变者了 特朗普连寻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